看看新闻吧 尖叫声 好 有请雨冰来到我们的现场 哈喽 虽说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上海 举办粉丝监委会 但看得出金雨冰依旧很紧张 您瞧上台前还害羞地吐了吐小舌头 虽然金雨冰的这场发布会 在韩国明星发布会中 已经算是最准时开始的一场了 但一上台 他还是对台下的媒体们 表达了最真诚的谢意 颇具语言天赋的金雨冰 甚至还要求现场学习一句上海话 送给台下的媒体们 别看男神此刻有些紧张 当主持人一提到上海的美食 他整个就放开了 看来男神原来也是个吃货呀 娱乐新闻地上海赞访党 还用来点赞讯